陈东创作的遮天 后期制作小白菜 第333集 真魔领域赫赫有名 绝不是一般的意象可逼的 不然他们也不可能被束缚住了 行动迟缓 叶凡修为明明没有他们身 不仅可以行动 还能催动神力 寄出古怪的火炉 烈焰折天 熊熊燃烧将那怪物淹没 此刻 真魔领域作用在空间中 连这个生物自己的行动都受到了限制 它没有躲过去 一下子被大火覆盖了 暴露啊 吼声破云 它挥动巨爪将火炉拍去 可惜速度有些慢 叶凡神念一动巨大的火炉 一下子转动了一个方位 火光汹涌 将未明生物包围烧得琵琶作响 可是却无法焚毁其躯 只能让其感受到疼痛而已 刀掌有手段 尽可施展 真魔领域 超觉难测极度可怕 可一旦施展 施法者自己都不能随意收起 需要时间缓冲 老刀八字提醒 叶凡集中心神 眼下必须消灭这头生物 不然的话 让它缓过来 肯定难以活命 嗡的一声 离火神炉猛震 颅口黑洞洞的 生出一股吞天之力 它催动神炉 但却不能将强大的青色生物收进去 最终让它神炉倒转 像是杯子一般倒扣了下去 既然收不进去 就主动的扣进去 强横的未知生物怒吼连连 但动作太慢了 躲避不过 一下子被火炉罩在里面 可谓作茧自负 真魔领域限制了它自己 炉身一转 炉口朝上 响荡一声 炉盖飞来 封住了黑洞 眼丝合缝 镇住了恶魔 同一时间 真魔领域竟被隔绝了 所有人都恢复了自由 众人吃惊 这到底是什么炉子 都被大凹陷了下去 却可以阻隔 真魔领域 道长 你真是让人吃惊啊 连真魔领域都封不住你 太不可思议了 李德生惊叹 若没有靠宝物 做到了这一切 实在是让人惊讶呀 老刀把子也叹道 荡荡的 火炉内 那个未明生物 狂立震天 打得卢比变形 这里鼓出一块 那里突出一块 全都是巴掌翼 似乎随时都会被打碎 摇光圣子从天而降 神光冲销 如先王一般立在卢口 镇住卢盖 圣光树祭出 开始炼内的生物 绝望的咆哮 可不得惨叫 透过卢比传出 离火神炉 起扭把歪彻底变形 众人心惊肉跳 以为会快速崩碎 然而 时间慢慢过去 炉子不断变形 却失踪不回 众人有点发呆 这破炉子也太结实了吧 当的一扔 离火神炉火光冲天 强强作响 像是一座燃烧的晶莹神山 炽热难挡 炉体被打得不断变形 为名生物历大惊人 打得火炉七扭八歪 发出震天巨像 鼓掌出很多凸起 百余米高的离火神炉 熊熊燃烧 让半边天空都一片赤红 猛烈的摇动 但随时会被撞翻过来 响声不觉 炉身被打得一会儿 称为别柿子 一会儿又成为破茶杯 七行怪状 这样的力道让人生寒 纵然是第三秘境的修饰 也接不下来 称得上是狂立一阵天 离火神炉就像是块泥巴 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变换成各种形状 但就是撑不破 姚熙忍不住问 道长这个是什么炉子 几乎有不灭之能 这破炉子太结实了 被打得歪歪扭扭 根本没了形状 看着有点离谱 但就是不碎 让人感觉不可思议 叶凡善善一笑 贫道云游天下时间来的 摇池圣女若有所思 看着变形的离火神炉 很像太阳神炉的仿制品 不过威力不够 李德生折舌 这破炉子还大有来头不差 威力是大不如太阳神炉仿品 但论结实程度却远远超过 这根本打不坏呀 老刀把子捣鼓 妖光圣子如先王一般 立身在炉盖上 盛光弯道 以它为中心 是一片永恒的光明 将火炉彻底镇压在下 卫明生物 在炉中惊恐的咆哮 根本冲不出来 老刀把子建议 大家同出手 赶紧炼化此聊 这个地方不宜久留 五人同时出手 相助摇光圣子 一道道神力冲向火炉 让此炉晶莹闪 他虽然不断变形 威力不是很强绝 但却能够吸收六人的所有神力 没有被撑破的迹象 嗷嗷的一声 绝望的嘶吼越来越弱 火炉光滑闪烁 炉身上的内轮太阳 还有几只模糊的神鸟 烙印 绽放异彩 李德生惊叫 炉身的图案消失了 离火神炉上 那轮太阳与几只神鸟光芒大声 而后彻底消失 这破炉子还真有些不凡 老刀把子直犯嘀咕 太阳与神鸟印记 进入了炉州 才与炼化恶魔去了 众人感应道 火炉的温度极昼升腾 他们的神力如河流如海 被吸纳了过去 炉子光芒万丈 未明生物惨叫连连 最终彻底衰弱 归于寂静 载无声响发出 与此同时 火炉也安静了下来 炉身的模糊图案重现 此刻 铜炉就像个多头葫芦似的 怪模怪样 炉盖变形 封在上面很难打开 夜凡费了很长时间才开启 火炉翻转 一片黑色的灰烬洒出 强大的未知生物 被炼化的灰斐烟灭灭 这让人暗暗折舌 这玩意儿 得要大修了吧 李德生想笑 火炉的样子太怪了 夜凡一招手 火炉化成一寸高 出现在他的掌心中 虽然跟个烂柿子一般 但却依然经营剔透 道长 这只火炉能否割爱 我愿意一件重宝换取 摇光圣子 笑容温和 降落在地上 夜凡摇了摇头 就冲火炉不灭 总是可以自行复原 也不能换出去 他需要找时间弄清楚 老刀把子建议 我们还是赶紧离开吧 被炼化的生物多半只是一个足子 恐怕是某个恐怖存在的冰钉 很有可能是这样 附近的地狱多半不善 摇驰圣女点了点头 太初进去中活着的存在 那都是极端胸部的 遇上的话几乎不可能活灭 这只生物虽然强大 但远无法和传说相比 叶凡心中凌然 这片地下很有可能沉睡有太古王族 这个生物只是一个守护者 六人如飞而去 快走 片刻也不敢耽搁 通常情况下 都是留一个弱者守护沉睡一地 一旦强横者醒来 或者惊动王族 就是各大圣主来了 也要隐恨 此刻 已经到了后半夜 众人奔行出去不过树里 就听到后方传来的低沉的吼声 且有强烈的煞气重来 他们心惊 果然有更强横的生物醒来了 不过让他们稍微心安的事 并没有立刻追下来 哎 前方那是什么呀 地平线的尽头隐隐绰绰 一片巨大的黑影挡在前方 是遗迹 一大片废墟 这是一片非常广阔的遗迹 暮气沉沉残垫断壁 横在前方 绕过去吧 众人不想有意外发生 万一惊出什么东西 那又将是无边的麻烦 六人选择右侧前行 想绕过废墟 突然 阴森森的杀气充滞 让几人几倍声寒 浑身的寒毛倒竖了起来 那个东西 吹下来了 李德生毛骨悚然 脸色沙白